我想到最美好的是那年星空下的依靠 我想到最真正的是那年大雨中的奔跑 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你我都很好 那年勇敢的我们 爱恩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妍修 其实你在你人生的每个阶段 你可能你要勇敢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即使你做的事情你可能的结果不会是预料的那么好 或是不好的 可是因为你勇敢去尽力的去做那些事情 你的结果不会是有遗憾 那你之前在团体之前有团体生活过吗 那你的担当是哪个部分 专业上来说是歌唱 那业余上面来说是综艺 综艺担当 就是一个气氛的团体气氛调节 那你今天可以即兴说一个笑话跟体育 可以 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听到一个笑话 我真的那天晚上我一直 我把这笑话分享给我所有的朋友 等一下我先问真的好笑吗 我很严格 我真的觉得好笑 你们太好吃了 有一天有一对情侣在吵架 然后他们吵得很凶很凶 只有女生就很生气的就躲门了 所以男生赶紧冲上去把门躲回来 我真的觉得好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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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享给我所有的朋友 我跟 *** 完全没有什么反应 他们笑他笑脸太高了 还是好好唱歌吧 就是 其实说真的啦 其实是顺利的 因为求学的过程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都是很顺利的 都一直是 我自己在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要说真的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就是这社会太黑了 就是这社会太黑了 没有了 上小巨蛋吧 上小巨蛋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红口的 因为多少人想要上小巨蛋 那你觉得上小巨蛋那一刻 就是 超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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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来没有看过台下那么多人 然后 bling bling的都是那个灯啊什么的 然后尖叫声就是真的是这样过来 就是灯板的 对 然后就觉得哇天啊 超好在爽子 我最喜欢的就是萧敬诚 萧敬诚 陈鲜 严谣 喜欢他们的原理 除了歌真的是很吸引人之外 他们的创作 他们歌曲情感的表达 或是什么 那些都是让我很值得学习 那未来各有机会 然后这样做做吗 好希望哦 但求之不得 哈哈 我要在这里 那你在这里可以 那就可以吗 可以啊 大家都可以给人家看到我们的 那我要进成歌 就是希望有机会 未来可以跟你 一首歌的合作 好心满意子 谢谢你们 然后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听这首歌 然后听到这首歌 会想到无论 对 这就是我想要对你们 给你们最好的预议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笑纳可以收下 在所有各大音乐平台都会上架最勇敢的事的歌曲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MV的部分在YouTube跟微博也会上架 希望大家也可以去观看这样子 你应该等我 是吧 什么年份不顾身拥抱 我想到最美好的是那年星空下的依靠 我想到最美好的是那年星空下的依靠 等等等等再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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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 要进入她的情形 我 我咬到舌头 再一次 再一次 等你啦 我们再介绍我们 都很放心 我们再介绍我们 稍后 就会 詹宝尼 Honestly